再来看一下微博对阵ZQ的第三局下半场 这把余生的爱哭鬼必须三抓才能够反败为胜 对于穷人者来讲死宝瓶 这刀阵容其实宝瓶能力很强 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牵制能力 并且修机真的不慢 这刀阵容对吧 你前期追个强尸的空军满速修 你要是追个空军的强尸修得很舒服 而且空军上挂了以后的屁股还够铁 还能多做一会儿呢 主要看这把上来抓谁了 如果说能够上来迅速的通过火来秒一个 看见调尸了 看见调尸了 这边先补一个树 调尸这边发现被找到了 怎么办 这个位置在秒火 秒火躲掉了 香水已经放了 那这边两边的一个技能交换 交换完了闪现是美好的 这个位置在绕 看一下这边回忆 回忆的调香尸还是非常厉害的 这边火好了 紫火绕过去 有没有机会 有没有角度 窗已经封了 这个位置好像调尸很难走 必须要浇香水了 这个位置 拉火 香水放 好你回来打一刀 哎 这刀没打中 不过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应该还是要打的 这刀应该还是要打的 打一刀 开技能 闪现好 一个滑板加速 拉近 实在不行 浇闪现 四秒钟以后有火 浇不浇货 浇不浇货 香水浇货 我这边拉火 没拉住 等 闪出来 香水结束 一刀倒地 这个香水浇出来了 调尸也算是使命完成 三瓶香水都浇了 两边一个正常交换 可以看到两边的一个水平都非常非常的高 就这种对局打起来就是神仙打架 对吧 两边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顶级的操作了 空军想要假装骗枪 对吧 拍拍手 阿东最擅长的就是拍手 一刀 这刀火要是打中 就让你拍手 还拍不拍 幸好没打中 前锋的位置也看见了 对于这个时间点倒的一个调尸来讲 我觉得这一把不出意外 平局是有了 爱哭鬼 但是想要真胜的话 可能还没那么容易 这边是这个火的加速 还没吃到 这个火的 这个火 因为这调尸给吸了 调尸 空军这边交枪 前锋稳定救人 还能回旋 一波拉求救 这一波拉完以后 一个滑板加速追一条相识 需要有一个非常精准的鬼火来带走他 再瞄再瞄 拉火 漂亮 这一波撞的一个意义就没有体现出来 当然也没办法 这条路是一个直线的通道 但是调尸这边所导的一个位置的话 对于穷者来说还是非常好接受的 因为这个位置干扰不到外置为任何的电击 而如果说你守着这个调尸 等调尸飞了以后 穷者外面应该是只差差不多一台电击了 所以他这边需要管一轮电击才行 看他怎么管吧 前锋 这边有球 你但凡出去我拉球过来把人给偷下来 拉火 我去 这一朵火 阿东惊了个呆 什么情况 莫名其妙吃了一朵火 人惊了 好 这里回身再来防守 前锋这边把人救下来 也行 这边一波交换呢 虽然说这朵火打中了阿东 但是这边被无伤救下来 哎呦 这个火好准啊 又打中了 回忆的条是根本没有牵制的一个能力 没办法 穷者这边需要补血 外面三台机 两台遗产 一台新机 慢慢盘吧 这个局势两边都有机会 三抓有机会 平局也有机会 看中场这台核心的电击 能不能补开 又拉火 余生今天的手感很好 这后面的火就几乎没空过 这里闪现好了 把这边堂哥的前锋 先火逼你球 然后跟进距离以后一刀 如果火拉中直接秒当最好 闪现过来一刀 鸭尔油 这应该是要挂到电击处 还是直接挂上 直接挂上滑板加速过去干扰佣兵的机 佣兵这边已经拉开了 阿东这边的空军能够 能够补掉一台 然后这边插野 插众数来找 找佣兵 找机会逼你救 但是这个前锋手上面的球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说这波一定要打双岛才能够确定他的 双岛有了 有了 我去 前锋这边需要牵制起来了 那这边前锋需要牵制起来了 空军外之位重启一台电击 因为这边是一个主战场 有可能带不走 所以说空军外之位 反正我要重启来 我先把外面的台电击开了 剩下这一台佣兵的遗产的话 看佣兵剩下的一个搏命状态 能不能点 能点呢 最好点不掉 待会儿叼自己起来 也能点84% 应该能点到95%左右 哎呦 好像能点开 好像能点开 差差不多 差差不多 能点开的话 这把穷者宝皮面还是挺大的 差了一点点 哎呦 我去 这二挂 这样的话 佣兵现在受伤倒地 一个滑板加速过去管住空军的机 这一把就有了 36% 要去干扰 要去干扰 这边的电击 佣兵的自起 应该还需要一段时间 他这边选择 他觉得两台电击 他在看 他在看 但是这两个人 哦 他选择要把这个前锋 给守飞 但是佣兵这边电击点开 空军那边电击能要好 这段火怎么说 一个火 后面也弹过来 一刀倒地 那偏一个三 电击直接点亮 闪现38秒 哇 这一局打的真的好看 两边是 打的真的很紧 他这边可能 不清楚佣兵 到底有没有护臂 这边选择把 人的一个方向 选择过来找 这边的阿东的空军 因为空军是铁定 没有道具的 佣兵的道具 他不清楚 刚才穿上护臂的面谈 万一有护臂 我不稳 我这边选择找一个 最稳的 没有任何道具的 还不了手的白板 阿东 让你躲 三抓 哇 这压力也是顶住的 这套阵容 说实话 能保平的一个面 也不晓得 因为这套阵容 其实挺扎实的 但是余生 从用自己的一个 对吧 超远距离的 超高命中率的鬼火 强势把这个局势 给翻了过来 那真的也是 看到了ZQ这支战队 虽然说前期 这么大的一个劣势 但是余老板 这两轮的爱哭鬼 真是惊艳全场